很多火车迷都对古老的蒸汽机车情有独钟 它力大无穷又充满机械的美感 同时还是如假包换的自动挡 只要操作驾驶室里的一根手柄 就能让机车前进或后退 并且全程无极变速 而实现自动挡所用到的零件 仅仅只是轮子上的几根连杆而已 这不禁让人心生好奇 所以我们准备找个蒸汽车头来研究研究 在一个小站附近传来了耳熟的呼鸣声 寻声望去发现一辆1940年制造的火车头正在缓缓进站 机车司机失魂落魄地介绍 他们刚离开利物浦 德国人就开始空袭 停路两边烟雾四起 等烟雾散去竟然莫名其妙地来到了三连北 正好我们来研究一下它的传动和变速原理 这个车头两边各有三个动轮 第三动轮上装着被蒸汽活塞推动的摇杆 带动轮轴上的驱拐 推动轮子转起来 这个驱拐还通过连杆 带动前面两个动轮同步转动 驱拐头部还装了一个偏心驱拐 轮子转起来就会带动上面的偏心杆前后摆动 从而又带动月牙板在支架上摆动 月牙板摆动时又推拉半径杆前后运动 推动合并杆来移动气势里的阀门 合并杆的另一端连接着结合杆 这跟铁棍和滑板上的十字头相连 十字头是被气缸的蒸汽活塞 也叫做气缸勾背推动的 它一端连接着气缸勾背杆 一端连接摇杆来传递动力 机车另一侧还有一套相同的连杆机构 工作时锅楼出来的高压蒸汽 从中间的管子进入气势 充满气势阀的连络沟 这时司机将回动机手柄置于中位 通过拉杆前拉月牙板上的搬进杆 移动到开槽的终点 不再随月牙板摆动 此时如果轮子正在转动 合并杆就只能被接合杆单独推动 带动气势阀小幅震动 不能露出进气口送气 机车就会停止 前进起步时 司机将回动机手柄前推 带动半径杆下移 使气势阀形成增大 此时无论其他连杆位置如何 气势阀露出的进气口 都能让蒸汽推动钩背摇动轮子前进 同时气缸另一侧的蒸汽 从露出的进气口排出 钩背走到直点时 气势阀也开始换向进气 继续推动钩背 如果向后拉回动机手柄 让半径杆越过终点 移动到上直点 气势阀的形成会先减小 然后再次增大 无论其他连杆位置如何 露出的进气口 都能让蒸汽推动钩背 反向摇动轮子 于是开始倒车 因此约牙板 偏心杆 半径杆 结合杆 和合并杆 构成了机车幻象的回动机 并同时起到了无极变速的作用 如果重车起步需要最大的扭矩 就要将半径杆推到底 使气势阀的阵幅达到最大 此时进气口打开时间最长 蒸汽推动钩背做工的距离也最长 把进气口打开这段时间 钩背被蒸汽推动的距离 和它单向移动总距离的比值 成为气缸的遮断比 进气口打开时间越长 遮断比就越高 相应的缸压也越大 钩背单位时间做工也就更多 使机车能获得足够的起步动力 一般蒸汽机车的半径杆在最大偏角时 遮断比大约是70% 相当于汽车挂上了一档 当达到一定的速度后 就需要轮子以较小扭矩来维持较高转速 于是司机减小半径杆的偏角 使气势阀阵幅减小 如此一来 进气口露出时间较短 气缸遮断比减小 蒸汽推动钩背做工的行程 在总行程中占比降低 也就是气缸只保持较低的平均压力 来维持勾背较高速的往复运动 就像汽车挂上了高速挡 所以蒸汽火车头牵引旅客列车时 在正常速度下 气缸的遮断比通常会减小到30%左右 可见只需要控制半径杆上下移动 就能控制机车幻象 还顺便实现了无级变速 而所需的零件只有几根铁棍而已 可谓相当简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